计算就是设计,设计就是计算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迎生处世的一个事情 它有象征意义 这是属于羞耻成长的事情 这两点放到一起才是设计思维 它这个光线是有体积感和有质感 这个是17世纪荷兰绘画里边的光线 然后这个光线进来的话 它也是通过一个接收器 这样把光线慢射进来 直射光纸只是有几条 就好像我们中国古代日轨一样 然后你一层层的走的话 你看出去的这个中庭都是一个不同的景致 回国这件事情呢 其实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 一切都是机缘桥 这个一晃也就五年就过去了 我觉得这几点回顾起来 其实特别有意思 第一点啊 交大的大学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 它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 原始的积累和长期的积累 在向世界一流大学 顶尖大学迈进的这个征途当中啊 它先行了一步 设计学院成立以来 我把它叫做新的老学院 因为原来这些学科都存在 交大的其他的这个学院里头啊 那么它是把城市建筑 风景园林 包括生态 包括植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然后到视觉传达 艺术设计 工业设计 工业设计包括智能制造 我把它叫做广义设计学 我刚来的时候 有一个很艰难的一个任务 定义什么是设计 我首先说设计是一种记忆 但设计呢 应该是一种令生活陶醉的记忆 它是为生活天才 我最近跟那个上汽的总设计师 邵金峰 邵总 有过一个很好的讨论 比如说汽车的设计 80%左右是技术货 但这20%甚至到10%是什么呢 这是汽车设计的这个精华部分 和顶尖部分 他要的是艺术家和设计师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觉得建筑设计也是这样 有的学校培养的是 60%到80%的技术人才 但我们教大该不该做这个事 我觉得不是 我们要做20%和10% 我们说我们培养的是 叫做学术大师 文化精英 唐乐剧子 治国英才 最近写了一篇文章 设计思维的文章 叫做这个 营生处事和修辞成章 两件事 我们如果今天来看 设计思维包含什么方面 它有可能是一种 我们这个时代 培养人的一种通识教育 它是一种理性思维 如果你要设计一把勺子 你要解决个问题 喝汤和吃饭 那你想到有一个小碗 加上一个手柄 解决了这个问题 它就是一个理性思维 你可以一步步的推理出来 计算就是设计 设计就是计算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 营生处事的一个事情 为什么它也是修辞成章呢 你这把勺子做出来了 你通过理性和计算 出来了以后 你发现这个勺子的文化生活 和社会生活非常复杂 它用金银来做 更用竹木来做 它不一样 一个人出生显赫 嘴巴里是含着一把 银勺子生出来 它有象征意义 这是属于修辞成章的事情 这两点放到一起 才是设计思维 我在国外时间生活的越长 我发现共同点更多 而在共同点的基础之上 你才能对话和交流 我们最近在威尼斯国际建筑酸联展 我策展的中国馆 我们做的事情 我说第一件事情是展城设计 这个展城设计呢 首先是表达我对威尼斯这个城市的一个致敬和对话 所以你走到了这个柱廊当中 你应该是有一种穿行在街巷里边的感觉 城市里边楼宇森森的街巷的这个感觉 首先是让你开始读这个故事 有了这个提示以后 你再来通过一个漫步 你可以选择看看这个看看那个 或者偶有所欲 中国艺术跟西方艺术 中国建筑跟西方建筑 中国城市跟西方城市 它的差别在哪 有共性 看的都是建筑模型 都是个建筑 这个微差就在这 所以你观藏的过程是一个阅读的过程 去 BLACKPLAN 有所欲 进到 国家 快一 快一 鎮